下一位是蔣麗雲議員 第二個問題我亦都想說 你要搬去長沙環 長沙環的話你現在拉光纖、拉電 那都是費用的 你會不會間接令到成本上升呢 第三個問題就是大家關注 你要知道這個數據中心的耗電量是很大的 而數據中心是24小時營運的 你又一定要需要後備電池 你記不記得早幾天我們有一位議員 郭佳琪她不是拉一個後備發電機進來的 那個小小隻的東西 都引起一些保安人員的高度關注 他們都害怕 因為那個發電機組裡面有油的 是油光來的 萬一爆炸又怎樣 何況你這個發電機組裡面的油光很大的 萬一發生大爆炸又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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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裡是長沙環區 那裡都是密集的 OK 那會不會有這樣的可能 有機會 是不是會會會會會 假如這樣會引起 是很多生命財產的損失的 你們有沒有考慮過呢 麻煩 總監 多謝主席 剛才阿蔣議員也提到 究竟那裡有沒有一些電力 或者這個光纖之類 我們其實看過那個地方 在電力方面 其實齡林街有一個變額站 距離那個用地是370米 深旺街也有另一個變電站 距離那個用地就是650米 那麼這兩個變電站都會 可以供電給這個二宗的數據中心 另一方面呢 在光纖方面 光纖也不是一個問題 因為那裡的地方 都是一個市區的位置 所以光纖的鋪設 只需要幾天 或者最長都是幾個月的時間 應該可以鋪得到的了 至於安全的評估方面 其實在我們這個顧問研究上 我們都會做一個安全評估 還有就是令到那個數據中心 絕對是不會有個 就是剛才說的爆炸的危險 以及是一個安全的數據中心 掌議員 怎麼跟進 就是那個油缸 你這麼大放在這裡的話 你當然有一定的危險性 怎樣保證可以 不會發生大爆炸呢 請問 是 總監 主席 我想這個留給 或者找建築處的同事可以講講的 好 建築處處長 多謝主席 就在油缸方面 其實我們就 之前我們都做了一個叫風險評估 我們預計那個油缸 會放在地下 地下 我們會諮詢消防署 即在消防方面有什麼特別要求 另外建築方面 我們都會保證那個 油缸的位置和設施 達到消防的標準 如果委員並沒有其他問題 本人現在將這個項目付諸表決 請贊成建議的委員舉手